我的岳父竟然在我的婚房上掉字上 这一切就发生在我和柳如烟结婚的第二天 他还留下了一封遗书 里面全是对我还有我家的各种控诉 从那时候开始 柳如烟就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恨我的人 他不惜一切代价 终于把我的家弄得支离破碎 而我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可怜虫 在大街小巷里流浪活得像个期待 三年的流浪生活让我精神快要崩溃之时 他又后悔了 拼命地求我回到他身边 在那个初夏 天气已经开始热了 我满足地在垃圾桶里 寻找路人丢下的矿泉水瓶 天气一热 喝饮料的人就多了 这些天 我捡到的水瓶也多了不少 我将满满两大袋饮料瓶拿去卖了 换来了二十块 可以买二十的馒头 够我吃半个月了 哎呀 你怎么又去捡瓶子了 最近天气热 垃圾桶臭烘烘的 萧鱼念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他语气里虽是满满的嫌弃 但行为举止 并没有显露出对我的排斥 他给我带了两套短袖浴衣服 又递了条干净的毛巾给我 擦擦脸吧 脏得跟花猫一样 我接过毛巾 擦了擦脸 轻声对他说了声谢谢 要记得天天吃 这两天看着 精神状态比之前好多了 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 我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根本无法去工作 只能靠减肺品回生 因为身上没钱 我连医院都没办法去 并拖得越来越严重 还好我遇到了萧云念 他拖着我去医院 我没有说话 只是沉默地喝着萧云念送来的水 他在找你 萧云念也打开一瓶冰可乐 跟我碰了碰 见我没有反应 又说了一遍 柳如烟在找你 听到这三个字 我心里像挣扎一样 分不清是因为刚喝了可乐 气泡在口腔炸开的原因 还是因为我内心的恐惧 我想努力展现冷静 但不停颤抖的肩膀出卖了 一听到柳如烟这三个字 我努力被压抑住的恐惧 一下子在脑海中迸发出来 连同三年前发生的那件事 那一幕幕我不敢回想的画面 连带着柳如烟这三个字 又在我眼前飘荡着 萧云念看出我的慌惯 伸手按住我的肩膀 轻声引导着我 冷静 深呼吸 阿彻 深呼吸 冷静下来 萧云念不停地替我扇风 一边安抚着我 我不停地告诉自己 过去了 过去了 虽然心里这么想 但身体还是出现了应急反应 见我逐渐冷静下来后 萧云念贴心地替我擦去额头上的冷汗 没事了 萧云念知道我没钱 心疼我每天喝凉水啃馒头 拉着我去吃饭 她又顾及到我的自尊心 选的都是街边的小炭 每次她都会点一大桌 最后全都给我打包带回去 我很感激她对我的照顾 没有她 我活不到今天 但我不可能永远都在她的庇护下活着 当晚 我回到了家 这屋子是萧云念的 我花了一整晚的时间 将屋子各个角落 打扫得干干净净后 拎着我为数不多的行李 准备离开 我这个人 只是个累赘 萧云念毕竟是个女生 我不能耽误她一辈子 就在我出门时 我听到了汽车的声音 抬头一看 几辆豪车躲在我面前 其中最贵的一辆麦巴赫 正好停在我面前 我看到车门打开 从里头缓缓走出的人一口 心凉了半截 三年过去 我们还是见面了 柳如烟 她还是抓到了我 过去十年 我爱惨了柳如烟 可她却恨透了我 我和她 是两家长辈之间 定下的娃娃亲 不巧的是 她心里藏着一个少年郎 对我们的侵蚀 很是抗拒 而这些 我原本是不知道的 作为宋家未来的接班人 从小到大 我想要的 一定都会做的 极其霸道的 让她接受我对她的好 那年下家生意出了问题 爸爸拿出资金 逼着她嫁给我 我太过天真 一心以为 我和她的婚姻是必然 我对她好 她也会对我好 可是我错了 不管我怎么对她 不爱就是不爱 然而 这只是个导火锁 她对我的恨意升级 是在婚礼那天 她的爸爸 自杀在我们的婚房中 留下了一封绝笔信 控诉是我逼死的她 婚礼变为葬礼 她仿佛一夜之间变了个人 我对她解释 否认与我有关 她只是 笑着牵起我的手 她在外人面前 表现得并不一样 对我很好 回到家 却迸发出滔天恨意 她时常拿刀 抵住我的脖子 对我说 宋北彻 你就该活在地狱中 颤护一辈子 后来也确实如她所愿 她倾尽全力 吞了宋家的产业 把爸爸送进了监狱 对我更是百般折辱 直到那天 我被仇家堵在巷子中 害怕之余 拨通了她的电话 我大声喊救命 只换来她冷冷的一句 宋北彻 你又玩什么把戏 要死就死远先 如她所愿 我死远了 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在泥泞中 苦苦挣扎求生 满身脏污 活得连狗都不如 没想到 她还是找来了 宋北彻 你怎么了 她似乎被我的反应吓到了 急不上前 敢来看热闹 还好心劝她 这位女士 你最好离这个傻子远点 她的智力有点问题 傻子 智力有问题 她不可思议地问出声 是啊 这傻子来我们这好几年了 老是这样一惊一乍的 我抖得更厉害了 柳如烟也不再犹豫 搀扶着 我就往车上走 我惊恐地瞪大眼睛 僵着身子不敢挣扎 任由她把我扔在后座上 车上渐渐弥漫开一种难闻的味道 我紧紧贴着车门 难堪地不敢抬头 裤子的湿润感 让我更加害怕 从前 柳如烟是不允许我碰她东西的 而现在 我弄脏了她的衣服和车 她一定生气了 我怕及了她的负面情绪 然而这次 柳如烟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默默发动了车子 她带我来到医院 做了一番检查 最后被初步判定为 应激相关障碍 她捏着报告单 深深地叹了口气 宋伯彻 你这些年 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不开口 不配合 没有办法 她只能先带我回家 可对于此刻的我而言 那栋豪华别墅 早已不是家了 那是一座冰冷的牢笼 她带我来的这栋别墅 是爸爸送给我们的婚房 也是柳如烟的爸爸自杀的地方 巨大的恐惧 像一只大手 扼住我的喉咙 仿佛下一秒 就能把我杀死 柳如烟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谋底是 藏不住的恨你 宋伯彻 你不要以为这样 就能赎清你的罪 不够 远远不够 她停了工作 亲自照顾起我的饮食起居 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变 变得 只有柳如烟对我的态度 优秀的猎人 从不屑对病弱的猎物动手 我心中明白 她对我的耐心 只是暂时的 就像从前 她对我的好都是有代价的 可我现在付不起这份代价了 我的神经时刻紧绷着 丝毫不敢放松 我不敢吃饭 甚至都不敢上床睡觉 因为她的爸爸 就是死在这个房间里 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是她爸爸 躺在血泊中的画面 柳如烟也不劝我 只是每天重复着送饭收饭 几天之后 我终于忍不住了 我眼前一阵阵发黑 又饿又困 机遇干熬 终于撑着饿得发软的手脚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或许是太久 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了 我吃得太急 掖住好几次 吃饱后 又蜷缩在地上睡了一觉 柳如烟在进来时 看到的便是被我吃干抹尽的空盘 她吃笑一声 我就知道 你这种人 是不会饿死自己的 我环抱着双腿 缩在角落 低头不语 在后来的几天 送饭的人换成了阿姨 柳如烟也没再出现 只是 将之后来了 我曾见过她几次 知道她就是下家的养子 也是柳如烟心中的那个少年郎 她五官生的俊朗 见眉心目 让人印象深刻 她俨然一副男主人的姿态 走到我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一身得体的黑色西装 让她看起来威风凛凛 听说你在外面流浪了三年 变得又疯又傻了 妍妍那么恨你 你留在这 日子不会好过 如果你要是想走 我可以帮你 我颤颤地抬头 对上她那一傻过的嘲讽 她嘴角擒着笑意 眼神渐渐变得柔和起来 我太想离开了 怕抓不住这唯一的一根稻草 我迫切地答应了她 她让我和她交换了衣服 为我戴上墨镜 又好心提醒了一遍 只有这样才能避开门口的安保 出了门 我的司机会送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我紧张地不停吞咽口水 连连点头 我满心都是脱离求龙的喜悦 却没想到 在回神 已被带到酒会之上 很快 就有人认出了我 哟 这不是宋家大少爷吗 怎么屈尊来这了 什么宋家大少爷 你没看新闻吗 宋家早就破产了 他现在就是一个疯子 我说呢 一向眼高于顶的宋北彻 怎么会来我们这个小酒会 原来是来捡垃圾啊 哈哈哈哈 我从前为人高傲 在爸爸的庇护下 没有学会为人处事 也因此得罪过不少人 而现在 我的落魄 自然也成为了他们的笑料 哄笑声中 我局促地捏着衣脚 不停地望着出口的方向 一抹白色身影 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姜之号额角红了一块 模样很是狼狈 我来不及细想 忙上前抓住他的胳膊 哀求他 带我离开这里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后 突然大声囊囊起来 宋北彻 我知道你讨厌我 你打晕我偷我衣服 都不要紧 只是你能不能先回去 别让奄奄难堪了好不好 宋北彻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我的身子 便被人用力扯了开来 我踉枪了几步 撞上桌角 伴着霹里啪啦的 酒杯碎裂声音 我重重地摔倒在地 玻璃碎片 深深嵌进我的掌心 我忍着剧痛抬头 撞上那双橙满怒火的眼睛 我慌乱地摇头 想说不是这样的 可这满屋的鄙夷 和不屑告诉我 没人相信 包括柳如烟 他牵起姜之号的手 一字一句地对我说 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 是了 他的底线 一直都是姜之号 我被带回了别墅 绝望地等待着 接下来的报复 几个小时后 柳如烟回来了 他看着一栋没栋的饭菜 呼吸渐重 像在极力忍耐着自己的目的 我害怕地想哭 却又不敢哭 从前的宋家大少爷 嚣张跋扈 那里受过这种委屈 面对柳如烟时 我总是不舍地对他大声说话 可柳如烟总是烦躁地 将我推到一边 宋北彻 你别围着我 给我造成困扰 于是 为了不让他困扰 我选择不那么黏着他 柳如烟放低姿态 在我面前半蹲了下来 淡淡的香水味 萦绕在我鼻间 他捏起我的下巴 迫使我直视他 好看的眉眼紧促着 冰冷又生意 我下意识地想跪下求饶 却被他用力牵住 你就这么怕我 宋北彻 你怎么变得这么陌弱 你是装的吧 一点苦都吃不得的宋家大少爷 能忍受那臭气熏天的垃圾桶 能搞得自己要失禁 你以为装成这副凄惨模样 我就能放过你 我爸的死 我和阿浩错过的那十年 都是因为你你怎么敢的 他的眼睛渐渐泛红 手上的力道越来越重 我吃痛 忍着眼泪双手合十 想求他放过我 这是我流浪在外学道的 每当挨打的时候 只要这样求他们 他们就会觉得无趣 就会放过我 可我忘了 我面前的人是柳如烟 是这个世界上最恨我的人 你的手怎么了 他猛地攥住我的手腕 这只原本精致修长的右手 早已变得丑陋无 手背上满是洞窗留下的疤痕 手心上的那道口子 还在不断地往外渗息 我慌忙想抽回 奈何他的力气太大 试了几次都是徒劳 他的怒火越烧越旺 我的骨头几乎都要被他捏碎 受伤了为什么不说 我不敢说 我小心翼翼地低着头 想着犯错的罪 柳如烟最讨厌 我在他面前露出伤口 以往我受伤对他撒娇时 他总是不耐地骂我矫情 渐渐地 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矫情 我学会了自己包扎 学会了自己去医院 再也没有麻烦过他 可就算是这样 他还是生气了 他拉着我去了客厅 取来药箱为我包扎 他那好看的眉眼低垂着 动作极尽轻柔 恍惚中 我好像又回到了幼时 那时的柳如烟 对我还是很好的 他会在我摔倒时 为我呼呼 会站在我身前 赶走那些缠着我的女生 就是因为 他对我的这种好 让我产生了错觉 我一度以为 他也是喜欢我的 现在太晚了 明天再陪你去医院 我愣了一下 温柔的语气 差点没能让我反应过来 他是在跟我说话 他妈撒着我手上的纱布 肩头轻轻颤动起来 滴滴的唾气声 传入我耳中 为什么啊 宋北彻 为什么要那样 对我爸 我空忙地看着他 突然连解释的力气 都没有了 那天之后 柳如烟又消失了 再次出现 已经是一个月以后 他带着一身酒气 闯了进来 几步走到墙角 将我推倒 我重重摔在床上 下一秒 他压了上来 我强忍着被摔得 发毛的脑袋 拼命挣扎 可我的挣扎 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反而进一步积没了他 微弱的灯光下 我看到他的双眼红的可怕 就像一头发疯的野兽 宋北彻 你是怎么认识肖家人的 我大睁着眼睛 惊恐又茫然 他冷笑一声 再次开口 肖家竟然为了你 不惜和我翻脸 宋北彻 你可真有本事 在酒精的作用下 他彻底试了理智 掐着我的脖子 粗暴地撕舍着我的衣服 过往那些不堪的回忆 一瞬间将我淹没 昏暗的小巷 一张张猥琐的笑脸 还有 那个被挂断的求救电话 我无力地大张着嘴巴 活像一条冰死的人 极度的恐惧 在喉头滚了又滚 终于破口而出 不要放过我 柳如烟被我突如其来的尖叫惊到 松了手 我连滚带爬地缩回到墙角 双手死死抓着残破的衣服 口中不停地 说着求饶的话 求你了 我不会再缠着柳如烟了 我发誓 求你放过我 他一步步向我走来 嘴巴微动 向他说些什么 可我已经听不清了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天 他们就是这样 一步步将我最后的尊严 尽数碾碎 我绝对不要再经历一次了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 拿起桌上的水果刀 朝着自己的心脏刺了下去 看着目自欲裂的柳如烟 我笑了 一点都不痛 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 着急看后续的宝子们 点击视频左下角 精彩内容 抢先看油